這個大樂透的範例 主要就是教各位做一些簡單的爬蟲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資料都會放在網路上面或雲端上面 如果說你用人工的方式慢慢一個個慢慢爬取的話 其實很浪費時間 而且如果每天都要爬取的話 那當然花的時間更多啦 如果這個時間可以省下來的話 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另外的話如果你要爬取 像有些同學是跟國外做生意 然後半夜才能夠抓資料 那當然呢 其實你也可以利用爬蟲啦 那爬蟲其實可以 設定說什麼時間你可以再去爬取 其實很多時候會結成很多利器之外 也可以不需要說你一定要人在電腦前面才能做那個事情 OK 那我們舉這個大樂透 這個樂透雲 假設說我今天想要得到什麼 那個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像這個也是同學問的問題啦 因為 他想要說 統計一下到底 那個大樂透 大樂透哪個號碼的中獎機率在下一期機率最高 OK 那當然我們假設 我們先取得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OK 那取得之後的話 所以第一個 這個如何取得啦 那我剛剛有分析跟各位講 其實關鍵的地方呢 就是在什麼 這個網尺 所以如果我假設 我在那個雲端 上面有放了一個範本 如果這個範本是抓什麼 抓第一頁 這個是indage page 等於1 那如果我只要把這個1 等於 2的話 那就下載第2頁 3就下載第3頁 那如果說假設 只要加一個回圈 所以喔 我們第一個請你把剛剛這個程式 範本先貼到我們的 這個 我們的模組裡面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他的名稱改成所謂的P次 OK P次 大樂透下載 P次的意思是全部啦 然後再加上兩個變數就可以了 拿兩個變數 我們來改一下 首先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因為我要是1到65 所以我可以先在第1行按個Enter 打一個 for i 等於什麼呢 1到65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那意思就是說 我將來我要把這個indage page 等於1 把這個數字 把這個數字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喔 第二個的話請你把with到endwith 這一段程式 放到回圈裡面 並且呢 with到endwith 按個TAB鍵 為什麼呢 下一節 這樣會 比較有階層的概念 然後呢 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什麼呢 把這個 等於 1 現在是等於3 現在是等於3 把它改成什麼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有點像我們之前串一個i在中間 然後把and前後空格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讓這個數字變動 所以呢 他會下載的話 那第一次就會下載 第1頁 i等1 第2次就下載 以此類推導 所以當我們現在如果還沒改任何東西的話 他一定 這邊有一個參數 叫Distination 等於什麼呢 Range A1 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一律就幫我放在這個 A1 這邊好像不是A1 幫我放在A1儲存格的位置 所以喔 特別注意 他一律就放在 這個位置 那也就是說如果第1頁 第2頁 把他擠過去 第3頁再擠過去 所以喔 如果假設我這個地方 沒變動的話 那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會類似像這樣 我讓他跑 那其實65頁下載 大概幾秒鐘就完全下載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全部下載了 但是喔 他現在這個是第65頁 64 63 所以喔 第1頁在哪裡 第1頁在最右邊 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要利用這個資料 其實並不OK啦 所以怎麼辦 先把這個資料全選 Delete掉 其實或者是說喔 你們可以在這個 程式的 第2行的地方 第1行Enter 然後這邊加一個什麼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全部清除 叫Sales 點什麼呢 點Clear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這個所有的 資料呢 全部按Delete 全部清空 加這一把 全部清空 然後再下載 好所以喔 我們65頁 可以寫個回圈OK了 但是問題來了 他會變成一直擠到右邊去 那不對啊 我應該要讓他往下 所以喔 我們應該怎麼讓他 下載 第1次之後 一直在往下下載 那所以喔 我們可以寫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 如果啦 裡面完全是空的 我先把它清空嘛 所以喔 如果是空的 那怎麼知道裡面是空的 A1裡面 我們以A1當代表 裡面如果是空的話 所以 if Range 假設呢 它裡面沒有資料的話 那我就Range 裡面沒有資料就等於空的 空一格 空一格 然後做什麼 Enter兩下 打一個else 如果 反之啦 然後 andif 結束 其實這個是 Tru跟False 的判斷 andif 打錯了 如果呢 假如 A1裡面是空的話 那我就從 這個地方開始放 所以喔 這邊做一個變 R 等於1 那反之的話呢 假如說它已經放了 那我向下追蹤 R 等於什麼呢 我從 A1向下追蹤 那追蹤好像前面有寫過類似的 就是Range A1向下追蹤的話呢 就是 Ctrl向下 所以點 從 A1呢 幫我向下追蹤喔 那我就 AND 前刮符 向下追蹤的話是 Excel DOWN 後刮符呢 點ROW 幫我追蹤到那個 最下面的列在哪一列喔 然後呢 把它加1 為什麼加1 就下一列的意思 最後呢 再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 再補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呢 因為它右邊已經是 雙以號啦 所以沒有東西 所以這個E你可以把它刪除 後面呢 在雙以號外面補一個 空格 AND R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是 空的 那就從A1開始 如果它不是空的 就向下追蹤 追蹤到之後呢 幫我加1 意思是說 它的下一列的意思 我們來試一下 首先執行 那你會發現 目前I等1 所以下載是第1頁 那目前這個 裡面是不是空的呢 答案應該是True True的話呢 那就R等1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放在A1 OK 所以下載 它就下載到A1 那再來的話 I等2 I等2呢 這個裡面是不是空的 A1裡面已經有放資料 所以它是Force Force的話呢 那就這個地方向下追蹤 追蹤到91 加192 為什麼91 Ctrl向下 有沒有 91嘛 然後92 放在這邊 所以待會應該是從這邊開始放 所以R等於92 所以放在A的92 OK 這個 I等於2嘛 下載第2個 第2個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應該也是Force 所以 向下追蹤 是182 為什麼182 Ctrl向下 這182 加1 183 所以第3頁應該放183 所以I等於3 下載第3頁幫我放在183的位置 OK 以此類推啦 底下我就 不跟動了 就讓它直接跑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喔 大概幾秒鐘的時間喔 我們就可以把 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都把它下載下來 不過還是會有一些問題啦 包含哪一些 其實喔 最重要我們其實是要 B欄跟 C欄裡面的 這些資料 那其他的資料應該都不重要 所以喔 其實有幾個方 因為當然你刪除 你不用一直慢慢刪啦 所以我想了一個方法 你乾脆用資料裡面 要不就是什麼 A到Z 要不就是Z到A 比如說我這邊 Z到A看一下 Z到A變成這樣 CtrlZ一下 然後我A到Z看一下 A到Z好像比較OK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我今天 假如A到Z之後 你會發現喔 我要的資料都留下來了 然後我不要的資料在哪裡 你在備注Ctrl向下 你會發現喔 他剛好就在這個 的底下 所以呢 就是 先 A到Z 然後呢 再把游標放在 備注上 Ctrl向下 那你會發現 他就找到這些資料 其實這些資料就多餘的 所以我可以 再把它Delete掉 這樣留下來的話 這樣留下來的話 就是乾淨的資料 最後其實還需要做什麼 把這個 這個 中獎號碼 有沒有 撲開來 因為他目前是 把 6個號碼 放在同一個儲存格 那這樣不能用 沒辦法統計 所以最後的話 其實可以 可以在這邊加上 1到6號 然後把 這6個號碼 通通都 剖到 這個 地方來 這個一個 剖到一個 最後把這一欄刪掉 這樣不就OK了嗎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 下載下來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留下 我們要的資料 畫面再還給各位 請多視乎 4號碼 7號碼